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意思呢 不是人类 没法沟通 打白天遇到晦气 死性不改 没点口德 谁没口德 还能有谁啊 刚才谁惹我谁就没有口德 旁边这么多空座你不做 非要坐在我对面 怎么 看到我坐在这心里内疚了 想跟我道歉是吧 我跟你道什么歉啊 你说道什么歉啊 没有口德 没有风度 没有素质 那天我掉到水里 你不救我就算了 还站在上面跟我幸灾乐祸 你不道歉谁道歉 那是你自己倒霉 关我什么事啊 你怎么说话呢 你不要忘了 我还救过你的命 就凭你 灰两下包也叫救啊 我心情不好 别热我 有毛病 是你自己要坐在这儿的 没有口德 我懒得理你 小伙子 你的王国信不过来了 李叔 你认识他 我也是个客人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李叔 以后像这种木乃伊脸 你根本不要搭理他 跟他说什么对不起啊 他两个没关系的 我们会说 没心没肺嘛 怎么算了 客人有些介意呢 那也正常的嘛 怪就怪我 我这个老毛病又犯了 李叔 要不然我陪你去医院 看一看吧 不用不用啊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呀 开个蓝美严的 白种一年天 现在一个你能去啊 医药费扒你一层皮 再说我也不是什么大病 李叔 话不能这么说 很多人都觉得 是小病小病不用看 可是就是因为 很多小病小病 攒成大病 您看您可的 还是我陪您去医院吧 要不然我都担心啊 你放心 不是还有一句话吗 火化下脏一万几 我要攒够那些钱 还得多过两个 别别别别 别说这些不急 对了 老婆 李先生 你怎么不吃呢 另外再打包二十份 那这个呢 一起包了 你等着啊 不用找吧 太多了吧 光靠说冷笑话 就能治病了 快去医院吧 我不用那么多呀 小伙子 我说 妈 这您拿着 我帮你还给他 好 好 好 你该不会是在找我吧 你闹鬼啊 我就是在找你 只是逗逗嘴而已 你千万别多想 我对你可是没什么意思 还真看不出来啊 你还是超级无敌自恋狂啊 你放一千万个心 我对你没有半点意思 要不然我遭天大雷劈 口怀送报 遇到你让我崩溃 在你崩溃之前 要不先解释一下 刚才的雷声 记得什么 有什么好解释的 自然现象 腿狼青的懂吗 你这个行为啊 就叫做所爱不成 决心自残 既然如此 下次就对自己狠点 你说什么了你 我告诉你 我这里出来只有一个原因 把钱还给你 这关你什么关系 怎么不关我事 李叔已经交出我全钱大零 拿着 是吗 委托书我看看 哪有那么多废话啊 拿不拿着 你让我拿我就拿 你是我什么人啊 那你是李叔什么人 他凭什么要你的钱啊 你有钱是吧 想干嘛干嘛 有钱你跟希望工程啊 你这算几个意思啊 要不然你就多给一点 不行把听笔练都包起来 跟你说话呢 没礼貌 李叔是有病 我们可以自己看 你这要施舍吗 我们都需要 谢谢 给你钱 谢谢你让我见识了 什么叫可怜的自尊心 你说什么呢 你到底想干什么 送我回家 打表 不 我把车包了 我去你就跟我说 我们去找个小子 我去找个小子 我们去找个小子 我去找个小子 来知道 我们去找个小子 再 periods 过小子 那你听不懂 我去找个小子 行吗 慢慢 来 这是哪儿啊 我家 谁说要来你家了 我说我要回我家 谁答应过要送你回家的 我钱都给你了 对呀 这段路送你这些不算多呀 我累了 我要回家了 自便吧 你真是无耻混蛋 你以为我没有你 这一天我就回不了家了 我自己回去 喂 你好 我想交流出租车 没有车 什么 没有车 谢谢啊 什么意思啊 你还好意思问我 我是因为谁临成这样的 让开 这是我家 我知道 鱼这么大 我进去避避不行啊 嗯 还真不行 我告诉你陆星诺 我是因为手机掉到水里 我才 我才来找你的 要不然你请我来 我都不来 哦 是这样啊 那行 避雨可以 给钱 钱 我不是都已经付过了吗 那是车钱 这是避雨钱 真是人了 不计下室 不安装 不人不义 不就是钱吗 我有 我有 就二十块了 不要不要 少是少了点 就当救济难民吧 哎 你生不太多 我是因为神不明其妙病 成这样的 我告诉你啊 我病可刚好 我现在可生不起病 让开 真是华丽丽的豪宅 笔纸一定很贵 这么有钱 看够了没 看够了我就快去洗 省着病了还问我要医药 你放心 该你承担的我一定不会熟了 你想怎么承担啊 就凭你那二十块 哎 我这样在你家 让你女朋友看到了 不会误会吧 你上次看到的 并不是我女朋友 这当然你满意了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写 大胆的写 那个不是你女朋友啊 真能这么做 你这么纠结这个问题 你不会对我有意思吧 你真是想多了 有你这个人狼在 我是真不放心 那你大可放心 我没把你当女的 子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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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么多层 书房都这么漂亮 真浪 自定 还放自己的照片 照片还扣着放 一定是跟你女朋友的照片 看你怎么骗我 不会吧 还没洗好呢 桌上有热的姜丝可乐 趁热喝了吧 你熬的 不然谁熬的 下毒了吧 那是收费的 旁边有纸笔 自己写信条 我说你那么好心 写就写 怎么写啊 就写你欠我洗澡费 还有姜丝可乐的钱 总共五百 五百 洗个澡 就那么几颗姜 一听破可乐就收五百 你也说了 这里是华丽丽的豪宅 环境不一样 价格当然不一样 华丽丽的豪宅 也不用收这么多吧 你敲诈呀你 我喝了 了不起 看什么 看什么 有什么好看的 看都看了 现在这有用吗 你把眼睛给我闭上 忘了提醒你 这是我家 你家了不起 你想往哪看 就往哪看 孤男寡女共处一时 当然是想干吗就干吗 不过你放心 这次我不收钱 你这个人狼脸皮 真够厚的 我衣服呢 我要回家 衣服轰着呢 拿出来我要回去 你这不会是口是心扉 欲情不重的 我告诉你 陆西诺 你要再敢用言语调戏 我们马上就报警 报警啊 好吧 我手机借你打 警察来了 我就告诉警察 这位小姐 私闯民宅衣着暴露 引诱未果 合照 你看看警察相信谁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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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过心 跟这种人要生气 不值得 冷静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真心的想太多了 把那一罐姜丝可乐喝了 赶紧走 神经病啊你 咱们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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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小姐 师傅 宝买 我比赞 我比赞 在 认识 阿姜 一 有一 比赞 我们 小姐 我认识他 习 认识到吗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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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再见 你怎么也上来了 不回家 现在我们隆重地欢迎 世纪家园交游网的高级副总裁 薛伟先生 您好 您好 干什么呀这是 想什么那么入神 想什么了 你刚才说什么了 精神恍惚 恋爱了吧 别诅咒我啊 过去单身被称为是光棍 代表着失败和无奈 但现在时代不同了 婚姻不再是必选项 光棍已经上升为钻石王老五 是优质和有个性的代名词 包括单身恋爱及离异的这个不婚一族 女人到底图她什么呢 样貌 前途 还是家产 看中的到底是不是最适合自己的 甚至怕自己婚后生变 因此其中一些人选择成为不婚族 嗯 这嘉宾给评的不错 哎呀 你说你 今天主持这个节目还盯着真人看 有那么好看吗 嗯 我这叫观察形式 什么形式 替代评主持的还挺起劲的啊 几天不见气色不错啊 你肥色我的 哎呦 您这假借受伤之际 待着过舒坦日子 您还不让人给显示一下自己啊 不淡定了 怕人谋朝错卖 做梦 我是谁啊 本市电视台第一花旦 苏月 这是我苦心经营多少年的事业 能被他说踢就给踢下去吗 我跟你讲不可能了 某些人呀 就是外强中干 这叫什么 表面看着 特别平静淡定 其实心里面 特别紧张 被你看穿了 我赶紧 我赶紧 你赶紧上车吧 我赶紧 我赶紧 我不赶紧 你赶紧 我赶紧 你赶紧 我赶紧 你赶紧 家长电话是多少 不赶紧 不是 不赶紧 我 這 劉玲姐是人的 她是我范囊嫂子 這不是是你姐姐 小禮 小禮 誒 誒 請你 還真是你啊 你是哪位啊 我 我 筋 筋骨啊 筋骨 你怎麼拿著 蕭麗的手機給我打電話啊 你們倆在一起啊 你倆認識啊 相 相當認 認識 你家 哦 那你們找我有事嗎 你給什麼 你趕緊來 來救救我 你們家小 小 小姑子 要 要跟我同同房 要奪走我的徒業 喂 你說什麼呢 喂 喂 哎 那 那個 他們兩個怎麼搞一塊去了 不是 怎麼了 兩二百九對卡 拿要出事 我得趕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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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要趕緊去 你還是要趕緊去 我只要这个简单的一拉贯环 因为在我龙孟七心里 我什么都不在乎 只在乎你 欣动 妈妈说的这些都是事实 容不得你不信 那个女人她就是为了钱 就是为了养她的男人 她才跟你在一起 这种女人 她根本没有资格跟你在一起 你知道吗 妈 你不要说了 我不信 不可能的 我饿了 是吗 现在还走 我给你做几个菜 好啊 哎 我 同人看你那么辛苦 我所能为你做的 你看什么呢 走走走 走 祝你幸福 如果相见不会有亏 如果相见不会有亏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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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乐乐的不会纠缠 快快乐乐的不会纠缠 过得好简单 是这儿吗 应该没错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怎么跟她住一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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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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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啊 哎呀 还挺忙啊 哼 琉璃 你接近的目的性 就这么强啊 哎 你给您表哥住一块 对 哎 你怎么知道 啊 哎 哎 什么 什么 我可还在家呢 别 别吵着她 我自己进去 啊 拜拜 嗯 拜拜 我让你当心点啊 没问题 你 是一只好人 一只好人 嗯 真好人 金儿姐 房子的是 八成 八成 哈哈哈哈 嗯 回去了 嗯 走吧 嗯 你怎么会喝成这样 你怎么会跟她喝 这姐妹太忙了 差点失身 她非要跟我结婚 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来 来 来 没问题 说在这儿 哎呀 出啥事了 这 这谁呀 没什么 她喝多了嘛 那 那你们干啥去呢 没干啥 你赶紧睡觉 我别管啊 睡觉 睡觉 去吧 去吧 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啊 喝水啊 喝水啊 哎 大俏 你一人照顾她行吗 行 那我先走了 慢点看啊 拜拜 好 灯水啊 灯水呀 我不是听你一遍吗 咦 早啊 哥 早啊 很丰盛啊 嗯 好吃 不是 你看 看 看什么 为什么是他送你回来啊 有 有问题吗 才几天 你们俩混得挺熟啊 还行啊 错了 错了 我发现你别的本事没有 泡妞挺厉害的 我们就是普普通朋友 也就是普普通通交个朋友 普普通通的朋友 才几天呢 你就跟人喝得大醉搂搂抱抱的了 你知道他吗 你了解他什么人吗 跟你说过了 世界很复杂 你别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尤其是对女人 特别是他 哥 我管他复杂不复杂呢 是吧 你弟弟我 一身阳光 坦坦荡荡 那话怎么说来着 任兵狂风暴雨 怎奈我悠闲自动 行了 行了 我警告你 离他远点 他不是什么好人 他接定你是有目的的 哥 人家就是想买咱的房子 然后给他打一折 什么 那个在抽奖现场晕倒的 答应给放个折扣了 就他 那你死心吧 我不同意 别啊 哥 我可是答应人家了 不是 哥 我 我知道 你看他不顺眼 是女的你都防备的 可是这事都过去 这么长时间了 你怎么还那么针对他呀 我就针对他 别人都行 就他不行 不是 哥 这事你已经答应了 你不能出饭饭饭啊 那是因为我先前不知道是他 那我不管 反正我答应了 这事就得办 你说了算吗 这起早就上网了 嗯 哎 林恩 嗯 你是不是网恋呢 哎呦 什么呀 我这算账呢 算啥账啊 算你妈旅游花了你多少钱 是不是 你个小白眼狼你说 您说您大早上起来 不能说点高兴的事啊 谁算这个了 我这算贷款啊 哎呦 我算来算去 怎么也得贷三十年了 要不然连饭都吃不上 啊 你 那咱不买了 幸福 啊 妈可不愿意看着你 为这套房子勒紧裤带啊 啊 那那那 那妖妖勒得跟马峰似 那不得蛇了吗 还是我姑娘中药 勒紧裤带算什么呀 就算不穿裤子我也得买 我想好了 我必须得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 照您住这是踏实啊 是吧 哎呦 妈呀 还是我姑娘孝顺的 那是 哎呀 妈同意了 以后妈就节省了点 不去旅游了 啊 你带雨捋你的油 跟你不发生关系 林 那个 上方上躺那个 昨儿带回 到底是谁呀 肖强的妹 谁 对不起 肖强的妹妹 肖强 小点儿啊 那不是就把你甩了那个 去香港那去玩意儿吗 什么叫把我甩了我们 但是公平 不是和平分手 甩就是甩了 都分手了还合啥评呢 小点儿 我跟你说就这丫头 也不是啥省油的灯 我告诉你妈 你不要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啊 我答应消起来好好照顾她 你妈这眼镜没色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上班了 哎 我告诉你啊 我把她交给你了啊 这事好一点 凭啥交给我呀 啊 你就不骂我把她吃了 您没那么大嘴 我跟你说 你前头一走 我那边我就把她 请出现 你看你看我 你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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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吴欣那最终怎么确定的 哦 基本上就差您 顾俱主持开工了 什么叫基本上 哦 我们的建设方案还需要修改 那就得重新审批 只要这个下来 就可以开工了 那就让设计赶紧出图啊 别耽搁了 好 我明白 哦 陆总 这是我这几天 在吴欣那边 抽空做的改进计划 您看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通知设计部门 开始做工 嗯 好 我会看看的 要是有问题 咱们再开会讨论 好 那我先出去了 嗯 喂 哦 陆总 好 好 明白了 你看到我们的样品房了吗 它设计的既周正 而且很实用的 它每一栋看到了吗 都是朝向东南方向的 所以它在采光 或者吞风方面 都是非常好的 这边请 我们这边的房子 都是在八十平米 是按照两室一厅 结构规划的 但是您完就可以 当作两室两厅来用 特别这个角度 望向东南方向 就是街心公园 视野特别好 嗯 是不是这房子 楼层越高 价钱越快 肯定是这样啊 但是如果您选择 这个单元的话 完全不用住太高了 因为它本身前面呢 没有高大的建筑物 本身就可以保证 视野开阔 那是不是一楼二楼的 价钱最便宜 你帮我选一套 一楼二楼太低了 楼下人一多 很容易影响你的 嗯 我建议您选个五楼左右的吧 既不贵 而且性价比最高 五楼 你这么着 你要是说说不好 你就听他的 有我在 他不能放你 对啊 我怎么会得罪老板的朋友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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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就五楼 算钱去 够 这位小姐的合同 请交一下定金 好 价格怎么这么少 八折 对啊 这个就啊 八 八折 好 金老板 金老板 这 这个可能不行 为 老总刚刚打来电话 说没有他的签字 哪个也不能打折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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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 是 不是 这 这 这是我们家盖的房子 我说了都不算 是吧 不是不是 您看就是 程序上确实是在 那 之前那个优惠券 还算数吗 那个可以 打九折还是没问题的 至于别的就不行了 那个 你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咱不说了 跟我走 我走 走走走 姐姐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事你别管了 你先回家去 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不是 要是实在不行 我就按那个九折买也行 不能买 我说八折就是八折 这事我能搞定 你这么着 你先回家 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 我找你 不是 你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想占你那点小便宜 没关系 没关系 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先回家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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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答应给我打那一轮是吧 你都说过了仅此一次 你下不为例了 你打算拿着公司的利益 去哄人家姑娘玩啊 你觉得让公司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你就能有面子了 哥 这个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份是吧 那也有我参叹爹一份股份吧 那我爹不在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给他做一小小的决定了 金谷啊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我都不会让他用八折买找你的房子 你要是不服 你可以给舅舅打电话啊 你要不打 我打都行 嘿 我让他早点把你接回美国去 你在那儿爱怎么混怎么混 我眼不见心目还不烦呢 哥 说死了都不行是吧 说不死也不行 一定不行 哥 大表哥 你放着兄弟情分你都不顾 你这回是彻彻彻彻彻底底 把我幼小的心灵给伤了 你彻底伤了 你知道吗 知道吗 喂 这事 难道真的得做的那么没有人情味吗 陆希诺 难道你真的没人能理解 注定了孤家寡人一个 好 靳老板 你好 二十万 你点点啊 二十万 你点点啊 你看看 老板 上个月迟到那个事 您不都是扣了我奖金吗 您就别破骨乱锤 死去的打击了行不行 我这不是打击 是鞭策 刘琳啊 你也算是公司的老人了 表现一直都很优异 我也是很看重你的 本来打算 要把你当成重点培养的 可你看你现在的工作状态 对工作越来越没有激情了 你怎么了 没怎么 我们家最近 出了点小事 老板 我一定马上改正 我调整自己的态度 我记得啊 过去我看过一个电影 那里边是这么说的 对一个工作没有精神的人 有两种调解他的办法 如果你结婚了 赶紧离 如果你还是单身 那就赶紧找个男人 哎呀 先说 心里面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